习近平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 习近平强调中赛两国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站在一起 中方愿同赛方开展政治治国理念政治经验交流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农业 基础设施 资源能源等领域合作 实施好经济和民生项目 不断增进民众福祉 中方愿同赛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 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维护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比奥感谢中方支持塞拉利昂履行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职责 愿同中方加强国际多边协作 赛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做中国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赛方坚定奉行